會黑搭配質感外型 這台音箱還會講中文 5月前 如正曲 講話還能播音樂 這台音箱還有一個local的名字叫做Ben Dong 號稱是台灣首台可用中文辨識的人工智慧聲控喇叭 就要營造在地化 所謂AI人工智慧的應用 或者是采用什麼中文的一個界面 其實這個都是它的優勢 原來這台就是鴻海集團新手亞太電信打造的智慧家庭產品 就要更上亞馬遜跟Google Eleza能叫計程車也能爆天氣 不過都只會說英文 而鴻海的音箱則是走出差異化主打地域性 國董不僅橫跨AI領域 現在還傳出旗下的次集團也要大真才 傳出鴻海擴邊新團隊 就是要負責機器人開發的R次集團 市場盛傳出其真才規模會高達上百人 國董積極出招還有這一項 威州媒體報導 鴻海已經向當地企業洽談 成租現有的約4300坪廠房 要建立LCD液晶面板螢幕組裝線 就要搶在2018年就能出貨在威州組裝的產品 美國現在沒有這個技術 我們真的是把很多技術移過來 變成一個Ego System 鴻海11號股價收在107元上漲0.47% 看來郭董馬不停蹄 台灣大陸美國同時戰略布局 就要將鴻海集團推向國際 東森財經新聞最後報導